你好 欢迎收看5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你来关心的是 台泥计划在花莲和平场区内 以气化炉带烧县内生活的垃圾 目前正在进行环差的分析 居民意见两极 有人之一会带来环境的污染 也有人相信台泥能够升任 环团则聚焦应该提高审查监测强度 花莲县期内没有缝化厂 长期以来每天运送上百吨垃圾 送到宜兰焚烧 受限税収以及限量的规定 无法去化垃圾堆在各厢正式垃圾厂 台湾水泥和平制造厂 与花莲县政府签订契计计要在和平场内 第三座水泥炫耀预定地新建计划炉 并与现有的两座水泥炫耀连接 协同处理花莲县生活废弃物 而这次举行和平水泥厂计划 环境影响说明会第四次环境影响差异分析报告 专案小组第二次出审 冬奥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学系教授 林云山担任会主席 审查委员台女相公公部门 及居民环保团体列席 环保联盟花莲分会中保住 荒原保护协会副会长林志芬表示 大家都希望垃圾问题能够解决 但水泥和垃圾焚烧不同专业 适用排放量限制也不同 应该重新做环境影响评估而不是只做环差评估 若能够做到标准化对垃圾代烧乐观齐成 一直很怀疑说为什么它不做繁平 因为这两个它是说它会减少那个 可是最后它出来的那个烟囱 到底是个化炉的烟囱还是水泥的烟囱 给一座桥的宜兰县奥花村 理性去民反对台泥代烧垃圾 代表是药商什么样的垃圾会造成影响 都交代不清楚 肺烟粉尘同样污染奥花村 却不见台泥来向村民解释 认为台泥应该讲清楚 也有村民立庭台泥认为环平数据 舆论都在抨击台泥应该尊重在地的意见 和平村王新春表示 有听过台泥传公案意外 但是没有看过台泥造成的污染毒死案例 和平村是有贡献 很大的贡献 怎么会说 我觉得很好笑 那些什么环体数据 一直在环体台泥 那你们有没有想 如果我们和平村的居民没有工作的话 你们来养我们 环保的问题可以过关了 大致上 这个厂都可以盖了 要不然我们花蓮的垃圾要往哪里倒 对不对 这个是 好不容易台泥要被我们接受 弄这个 我是很赞成的 现在百分之九十 和平都赞成 自从台泥来 我们那时候只有大理事公司 有做大理事 那时候孩子都 孩子都没有办法读书 什么都没有 电都没有 自从台泥来 我们的孩子都读 读了大写 读什么都毕业了 现在都在上证 我两个孩子 我现在很少就死 一个儿子现在要排电 都要当科长了 也是谢谢台女给我培养我这个儿子 所以你说台女不好吗 而且说 后面又要红化炉 还亲自带我们去巴黎看 我们考评价都去了 每个人回来都是很好 欢迎前往 我决定表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估细子的第38条内 环境影响是否加重 要等设备设置后才能够验证 英国国内没有相关设备 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明 证据认定 建议台女提供合理的国外案例 提高分析报告的可信度 才能够说服村民 记得收看华社会导